大家好 10月28号 上午9点11分911啊 给大家看到一个很滑稽很可笑的啊 一个事情 美国6100多名女巫女巫师 加入了脸书的拜登特朗普 拜登特朗普社团啊 声称他们会利用本月罕见的双满月日 带来的额外法力 计划在31日的万圣节和11月2日集体做法 让川普在11月的大选中落败 最后时刻啊 各路的妖魔鬼怪都现行了 这场美国总统选举已不是党派之争 而是正与邪的较量啊 人家巫师都加入了哈 这就有点相当于中国的那个叫什么眼镇 诅咒 什么扎小人 是吧 人这种恶招 婚招 蠢招 怪招 烂招都出来了啊 尽管 拜登说都是假的 但是美国著名的民调机构 拉姆森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人相信拜登父子腐败的事情是真的 全美国54%的人相信硬盘门的真实性 这硬盘门肯定是真的呀 这还用说吗 是吧 再看看这个 不是谁说的好听 而是谁做的漂亮 对吧 你看看奥巴马的时候这个汽油 每加轮是多少钱 是吧 到这个川普上台又是多少钱 川普是实干家 川普是实实在在的给美国人干事的 这个征兆也不好啊 拜登的太太在台上演讲 结果这牌子掉下来了 这也不吉利啊 是吧 这也不吉利啊 你要按照他们那个说法哈 现在双方都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了啊 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神秘富翁 也有人说他是个大骗子 这个人叫刘特佐 他卷走了国库数十亿美元 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国库 只为泡便女明星 为了泡妞啊 说大马的河山没这么简单 大马就是马来西亚 这是一个华人富商 叫刘特佐 现在有人爆料 说他跟中国大陆的权贵高层也有联系 具体怎么样我们不清楚 10月23号 央行拟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制作和发售数字货币 10月25号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穆长春表示 市场上已经出现假冒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这个技术漏洞是很大的 如果有黑客进来 对吧 那么大家的钱都不安全呀 搞数字货币的目的之一 是为了海量超发 海量超发什么呢 货币啊 现在提前打预防针 告知数字货币并不安全 到时货币崩盘 就一推625 说是骗子干的 好 好 好